台南市和高雄县之战 台南市由许金木担任投手 高雄县由魏锦宁担任投手 由台南市监攻 台南市在这场比赛里面 许金木的投球真是威风发面 完全封锁住高雄县的攻势 在第三局里 台南市的攻势越来越猛 连得7分 第四局又得到6分 其中陈明晃一记拳雷打 得到了3分 这场比赛台南市以13比0 大胜高雄县 今年第二场比赛 由嘉义县对平东县 嘉义县由李文锐担任投手 平东县是王思鹏担任投手 平东在第一局里面坚持得点 嘉义在第三局得到2分 平东第六局再得1分 中场2比2 数太大比较高雄县 届血定的 逊义有点 感谢小妙县